載團發言新台灣好平基金會當事長有個看病 連續三年會開鄉立 提供六港町的住世家庭 託這個五尊跟一個做學金 1505年有140人受費 總共發出195萬的做學金 六港町中文靜岸也不用在同學 要頂尚社會愛心 繼續保持有良的表現 載團發言新台灣好平基金會當事長有個看病 發揮愛心連續三年 頒發做學金 讓六港町優秀的學生 選擇最好的 過得拿到3萬塊的做學金 兩個都有 加油 這三五塊 五塊兩塊 再頂尚 謝謝 我們加油 也要感謝新人民資金會 六港町中文靜岸也有同伴 剛才慶頂 好平基金會愛心 也還要拿到做學金的同學 繼續保持有良的表現 三科 也要是工科 也要是武尊 照這份的補助 他最主要就是要讓我們學子 學友一致之長 希望他在我們學校學的東西 他會對他的家庭有幫助 當然在這裡我特別要感謝高官 他對六港町優秀的關心 他對六港町優秀的關心 希望能力向上 也希望在這裡後 有能力開啟社會的西津 讓這種的省心以忌 可以一直流團下去 大中華新聞 林菊英六港 蔡鳳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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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